大部份會都沒什麼意義 其實我覺得 真的沒什麼事 但又要開了例會 然後有些不關事的就進來 總之肩膀有花就進來了 但是這樣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作為打工仔的你 一天花了多少時間在開會上呢? 那她就說她一個星期要開40場會 平均一天是開8個會 然後她說忙起上來 面對開會不多說話的下屬 又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她說多一點呢? 大家這麼聰明說 為什麼呢? 你們找了兩秒插進去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不說話不會死的嘛 要提高開會效力的方法 原來是站在這裡開? 大家還沒談到的話 不可以坐了 是 不可以坐 哇 很辛苦 我們今天就跟Muse建議 轉一下設定開會了 哇 剛剛就想問坐不坐到第二次的 很丟臉啊 很擠坐 很逼啊 很逼啊 擺不到電腦 好 今天有很多新面孔 這個組合很新鮮 很新鮮 Pantry 有東西針 好 今集我們針些什麼呢? 我們今天針開會 那我們先介紹嘉賓 沒錯 哇 組織心理學家News 好 我們先介紹我們今天的主持 主持陣容很新鮮 阿朗 好久沒見阿朗 阿朗 阿朗 Hailey 經常都聽到她的名字 製作者 我覺得公司有很多運行上的東西 是需要開會處理的 開會應該是每間公司必要的 你可以借開會 會好像很荒謬地宣布一些事情 給不同的人聽 而且都可以當作不同部門 其實都是有機會 大家在溝通 大家在做什麼 我會覺得有得選擇 我會想不開會 發出一個很公司的電郵 黑和白 但你很難確保開會的時候 譬如你剛剛有十件事 然後我都真的有十件事 然後我會聽 債入去 那其實是你的問題 不是會的問題 我撐你 我用數據來撐你 Half Business Review 他就有一個這樣的 講一個Research在2021年 他訪問一些員工 他問他 meeting有沒有用的 有83%都說 他是不產生的 大家都認為meeting 是No.1 是辦公室的不產生的 我以前做過的工作 就完全不是media 大公司總部一起開 說回今年賺多少錢 但他又不會真的賺多少錢 然後問 不好意思 即是賺多少 不講 全部都是% 然後那些會通常都是一開 可能一個小時起跳 覺得不是太關自己的事 其實跟我這些 就是可能低職位人士 那時候低職位人士 就真的完全無關 廣告公司也有 不同的傳媒也有 我覺得最無效是那些例會 什麼星期幾 更新一下我們上星期做過什麼 但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行程 我覺得要有一個有效率的會 就是要一個話得事的人坐在那裡 如果阿姐不在的時候 大家就會沒有了方向 我不覺得這裡的會沒有效率 大家覺得很忙 所以大家都很高效地去完成一個會議 做一份工作的時候 是試過老闆叫我們進房間 我們是不知道這個行程是什麼 和我們一起去打一個powerpoint出來 突然開了一個完全沒有內容的 brainstorm的會 收了時間 有個老闆是喜歡叫大家進來他的房間 站在那裡 等他有任何安排 才會再談些什麼 就是因為有時候 老闆就很喜歡叫很多人進來 然後有些不關事的就進來 總之肩膀有花就進來 但是這樣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可能那個同事根本都不跟開 開完一天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 其實有agenda 但是完全不關我們事 可能我們是sit-in-tank 可能你一回到公司9點鐘 一坐就坐到12點放飯 但是中間flow說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希望老闆會 那作為打工仔 又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減少開這些沒有什麼意義的會 其實都幾common 你是會知道工作 是以溝通為一個很主要的工作範疇 而我究竟是不是任何溝通都可以用meeting 如果那個是與會者能夠安撫他 是有些地方你可以跟進到 或者是怎樣的情況 我寧願多一點的更新給你 就是發給你 或者我會帶他去怎樣做 或者是怎樣的情況 那你就不用開會了 可以去嘗試做的 如果你真的要解釋這個會 你是沒有得剛才那些控制了 你就要有一個很正確的解釋 意思就是說我有一件事要做 這個情況是大家都會是 體諒的 體諒的 不需要你開這個會 其實都ok 然後如果你覺得是怕被人 覺得你用這一招的話 你可以這樣的 你錯過了一個會 然後我很快就更新 我問了誰更新的會 大概知道怎樣 你告訴那個call會的人 令到他知道 我就算你不開會 我也放心 那我又在IG上 提供觀眾 提供一下有沒有最誇張的會 第一個case就是 一個讀者 他是做一些 bank marketing的事情 他說一個禮拜 開18至20次會 然後他說 忘記上來 是20至30次 他說平均一天 要開6次會 第二個case就是 是一個IT project manager 他是一個保險 product team 他說他一個禮拜 要開40場會 然後平均一天 是開8個會 然後他說 那40場會 主要是做一些project的upday 然後有一些 每周的upday 然後主要來講 就是討論那個project 他說需要很多情況 都是可能 觀眾都有講到一些 很無謂的開會理由 例如是 公司有蟑螂 admin叫情人開會 談怎樣防止再有蟑螂 類似有衛生問題 討論怎樣用email來溝通 聽起來就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那其實為什麼老闆們 這麼喜歡call開會呢 很多時候的會產生 未必是因為那個會 有它的實際需要情 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 經常都會覺得 高層或者上司們 經常開一些無聊會 例如 因為有幾種的心理狀態 他都會想用會 來作為一個解決的情況 是 第一個就是fomo 這個是最直接 就是說 我怕錯過一些東西 你當成這樣 你的上司其實 不是完全理解 和知道你所做的事情的細節 所以他就很可能 問人有沒有什麼 是你們聊了 你們flow了 而我不知道的 他就可能會 不如先開會 甚至乎開會 就是我都想一次過 知道了 所以他就不想 走漏 第二個 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selfish的 urgency 那個urgency 可以是 我真的 我突然間有urgency 是 然後我很需要 你們去開會 而你開會 或者跟我談的 是跟你們不是很大關係 是跟我很有關係 是的 所以我要開會 第三個情況 就是他當作是一個 commitment的device 我們叫承諾裝置 你肯來開會 而且你來開會的時候 然後是有selfish的 就要說 我就覺得 真的有心機做 真的 好員工 看到沒有 聽到沒有 我很常開會 我經常出席 我經常出席 我出席會很高的 但是出席的同事 要做些什麼 不只是出席 應該 出席也很重要 出席也很重要 出席也是一個 commitment 除了出席之外 挺慘的 轉合拍片 轉合拍片 接著第四個 純粹是緊急 我就急需要做一個開會 我發現了一件事 在公司裏面發生 那件事是可能 第二個團隊影響 但我怕我的團隊都會受影響 類似你會覺得那一刻很無聊 但他會覺得有緊急 我需要警告大家 接著最後一個就是 多數無知 這個其實很常見 大部分人都覺得 會是沒有用 和沒有意義 但是沒有一個人 去特別開收 沒有說到的時候 我就以為是 我自己覺得 好 當那個會 是真的密宵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不會 另一個情況就是 那些人不是很肯說話 在絕大部分同事 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偷拍了一次 開會的情況 看看哪位主持的發言次數 又是最少的呢 不好意思啊 阿朗 是你了 在這兩個小時的題目中 他只是發言過一次 為什麼這麼好說 為甚麼呢 你們找了兩秒插把口 其實是很難的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尤其是這些討論表演 其實找兩秒出來插把口 都很難 這樣吧 所以不敢說話 剛剛這個語帶相關很厲害 連銷大打 大家都已經有很多 很多提法 我已經增加了 對 他們的看法 應該是很多 比我更加有經驗的人 提出來的時候 我提出來的 其實可能不是 甚麼很重要的意見 就會自己收到自己 因為阿朗 雖然不是經常發表 不是每天都會 我覺得這個怎樣怎樣 但是他就是 默默不斷地 記錄會議內容的人 最後會有份會議記錄 和默默也很仔細 很詳細 證明他有聽完 獲得讚賞 謝謝 就算我表達意見 我一定不會是第一、二個 表達意見那個 可能我是第四、五個 但有時候第一、二個 就已經說了 我想說 再說 虧了 我也想到了 你還要給別人 你還要讚他 然後 我竟然跟Bibi 想到同一個項目 或者 我跟阿京可以想到同一個項目 但是你覺得呢 你覺得是虧了 還是你覺得自己極了 不,兩樣 但我想說呢 有時候 參與會議的人 應該都有一些角色 自己要有那個 自律 因為有些人 就會瘋狂拆開話題 但是好像阿Sam 會不會真的 又要喝水 浸水 要先點東西吃 去廁所 我覺得可能 這個位置 也是有關 完全是打破了我們那個 是說 我們開會主事者的方向 是 你參加會 你也有責任 是 這個是反而 挺好的一個情況 是看那個同事 就是在會議裡看表現 所以 其實你只能夠 我肯定可以控制到的事 我要做 例如 在那裡大家會做些什麼 在會議裡大家要做些什麼 這個是肯定可以控制到的 所以 我可能說了 他有做 或者我沒有說 他也有做 那那個同事 你就會知道 是 會做什麼 還是怎樣 是 這些反而是假氛圍 阿朗立刻看表現 哈哈 第一錢進來台 我覺得下一場提會 阿朗可能會第一個說話 我覺得你們兩個會爭著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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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是 開會的人是有責任 令到同事肯說的 是 有一個叫責任分散 是 就是 你總之 在一群人裡 你不想大家有問題 就是 最重要 越多人走 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舉手 或者有問題的 站起來說 就等於 他就算很想說 糟了 我說話會不會蠢了 而他不說 他又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每個人都不說 為什麼我要說 這就是責任分散的情況 所以 如果是 想大家說的話 你可能是要 appoint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阿姐是有這樣的 會啊 會啊 還要我坐阿姐在旁邊 通常 他說他的時候 他就會眼神看過來 咦 那你是不是有意見 這樣 這樣 這樣就說 我完全沒有 一些事情都沒有想過 我剛才是一滴 一滴都沒有想過 你錯了 就是 可能上司 或者管理層 可以怎樣 令大家可以多些話 多些發表意見 首先就是 剛才所說的 那個 心理安全感 是重要的 就是 心理安全感 就是說 我說了一個 不是太重要 或者大家覺得 是不著邊際的 意見 是否會被人 提示 留言 就是 警察 我說了兩次 你即時拒絕了 或者怎樣的情況 我就覺得是 那算了 我下次 不說了 對 這個就是那個安全感 大家應該經常都會 brainstorming brainstorming 其實不在 our psychology 不是最有效的 甚至不太有效的 所以我們的brainstorm 都不是超級brainstorm 大家都是自己brainstorm 了一堆事情 再來 再來大家聊一聊 其實這個是很OK 很有效的 因為怎樣 brainstorm最不好的 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裡 不如大家brainstorm 由零開始想 又零 這個最害怕 有一個叫做 nominal grouping的方法 其實他做的事情 是很像你們剛才做的情況 我們現在 要想一下 anyl dinner 究竟是有什麼 是覺得好玩 又適合今年的 那種 然後就說 不如這樣 大家先想 一定要給個quantity 一定要給個數目 不如大家先想七個 然後有哪些 重複的就走了 丟掉了 我想起什麼 我就馬上寫下 然後再 elaborate 想到第二件事 最後剩下 有valid 又沒有重複的情況 大家就可以在那裡 一邊聊一邊說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 篩選 所以通常 我就算自己實體做實驗 的情況 都最少多30% valid option 可以有framestorming的好處 也可以有efficiency 例如剛才的框架 亦都可以包括 就是說 給不同的意見給我 就是 我想大家都可能聽過 devil advocate 即是說 魔鬼支持者 其實很適合一些 我習慣了是 我make decision 嗯 接著呢 我make decision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一個想法 接著我就要問一下 大家有什麼意見 接著你就是說 現在開始就是 所有人 說不同意的意見 不可以跟我這個想法 是一致的 你要說這個想法的不好之處 簡單點 例子就好像平時 我們有時候會說 因為我們可能做自己的影片 會有慢點 那我們現在 把這個題出來 我們看看 如果我是不喜歡 不喜歡這個題的人 我會說什麼 又或者我不喜歡 就是要唱反 對 不夠白話 你說的 我剛才是用了 我剛才有用到問 這個是devil advocate 另一個就是 你也可以是 enormous的sharing 就是說 不記名 要大家去說 一個 不同的意見 是的 這樣可能他會更加放心 你任何形式都一定要看議題 那很明顯 人多就會有責任分散 人少 你自然就會大家 contribution可能會是 是多些 但是你都要看議題 如果那個議題 我是想把一個信息 簡單地告訴最多人 最快的速度 告訴別人 那你就要多人 informal 也是其中一個 是會影響的 一般來說當然會覺得就是 我informal 例如可能吃東西 地方 是可以是會大家輕鬆一點 但是你要看什麼會 例如那個會 是大家要聊 很多事情發表 要聊得很實在的事情 那你又很難太chill 那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呢 can't be casual 或者怎樣呢 都是要看那個會的性質 內容 剛剛開台多久 有一堆黑色的櫃 我們就是圍著那堆櫃 哦 會站在那裡 因為在那裡說 其實那時候那個氣氛 我印象中 我記得是好玩一點 輕鬆一點 我想知道那個形式 會不會影響到那個開會的效率 影響到 我先說那個 真的的形式 不說的人數先 有一種呢 是叫做 你當是一個stress的approach 是啦 就是說呢 是令到大家 是有一個緊迫性 去開會的 包括就是 這個會全程期 如果 對 如果 還沒開完 大家還沒談到的話 可以坐嗎 是可以坐 哇 很辛苦啊 是啦 那就會很想快點開完嗎 是啦 或者是 我盡量去 去講得有substance 多一點 又或者有些 是一個很 逼的 會 你說在空間上 還是怎樣的情況 總之都是令到你有壓迫力 急切成 而去做一個 盡快的希望 做這件事 那既然阿Mews這樣說呢 我們今天題會 就試試轉一下setting Hello 各位同事 下一條pantry就說了 怎樣可以提供這個 題會的效率 我們出發啦 蛤 可以把電腦一起 蛤 蛤 不是啊 多好啊 都要等電腦 要不要逼過來啊 糟了 不夠位啊 很逼啊 很逼啊 我覺得這個形式要是會 首先不可以超過一個小時 否則會很累 嗯 就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這個會只開了20分鐘 大家就決定要去回大房開會了 其實在這裡再加很逼的時候 其實都有點想快點開完會 因為覺得這個狀態不舒服 要說話就快點趕完它 但效率我又覺得不是純粹看快慢 效率是應該是看事情出來有沒有效果 還有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會快了 但是那個內容未必有坐在這裡那麼豐富 我覺得這個方法對我們來說 不合理的原因是 我們又不是 即是開會是要一個point一個point一個point 就是很有盡情 很快KO了它那種說法 而是可能有少少討論的 而如果你本身開的會議 其實是不需要太大的討論空間 而時間是偏短 譬如是每一天會報式的例會 就很適合試這個方法 但我想問那個站在這裡那個 是因為生理嗎 即是因為那個生理因素 即是我不想站很久 然後就加速了那個開會的考慮 是不是這麼簡單 我想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 就是因為站起來又會醒神一點 你有想過因為現在你坐在這裡 你站在這裡 我和阿朗 我都會 阿朗和Hailey上完很久了 我自己覺得他未必會醒神多了 但是他會有一個不想站那麼久 下集pantry不如Miu試一下站在這裡 嘩 我們試一下五個一起站 我們五個一起站 再加上就是 不是現在真的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 對 你對Miu試有什麼意見 現在 Miu試給我支持你 對 真的說不夠精神 不是 對 不是 不是 那大家只要一起站 不是 我們未試過五個一起站 每一次都是你坐 也是的 其實都可以五個一起坐 我真的有人問過 有人問為何五個一起坐 站很累 對 對 因為我們未夠椅子 有沒有客戶想贊助我們椅子呢 要高椅子 要舒服的 所以其實下次開會的時候 不知道Latani和阿朗會不會 很勇於發表意見呢 下次你們就知道 哇 哇 好 好 來Pantry講Pantry神 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就記得 comment like 和share出去 還有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如果有想看的Pantry題目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拜拜